好,回到Part 2了,我們今天繼續講這個2017年東番的 2018年東番 但是不是過2017的 2018 2017的話就是去年1月至4月 其實我想說,台長好像由上集已經講錯了 是嗎? 這個我沒有留意 我更新的字我就有每集自己改了 這個我沒有留意 我之後改了,看看是否收拾了 2018年的東番 我想繼續都是七夜的 不一定是我回合的 因為我EA記得呂姐也說自己有看這套東西 《淪王的工作》 我是有看,我還看左翔出場的集數 我就是前一集的表情 明明就針對人 我也有看的 我剛才的畫素也有看的 我覺得挺好看的 因為這套東西其實是 講述的主角就是 作為一個最年輕的龍王 就是日本象棋的頭銜 最高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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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高頭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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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他做了龍王之後 反而是輸棋 輸得很糟糕 有時候突然間 就有一個 日高理財出現了 一個奴隸就出現了 在他家裡 然後就要求他教棋 這樣 其實最初出小說的時候 有人考究過 其實是這個 象棋職業歧視 他家裡收拾了羅力 教他去捉獎棋 這件事在現實中是有實例的 真的嗎 是的 有實例 我認為這件事已經是很悲劇的了 因為這套東西 一個很大的賣音 就是古史中一些很荒謬的情節 其實現實其他的確發生過 一個賣點就是 例如他不知道第幾集 江本信修 說他是一個有中二病的職業歧視 就經常披著披肩的時候 其實在日本象棋 也不是象棋 象棋界 近年的事件 也很近年的事件 不知道是第幾任的名人 其實他有一場的比賽 又披著披肩上場 他在這套東西裡面都說 這個象棋界是很多很有過剩的人 然後 例如 間島興那個 忘記了 什麼頭銜 那個 那個名人 那個名人 所以這套東西其中一個白點就是 在象棋的瞄述上 其實都相當富有這個真實性 而且他都很認真 很認真地下棋 很認真下棋 而且他同樣都有找職業歧視去監修 他的旗本內容 基本上他那些奇術那些 就沒有什麼可以抽清的地方 事實上 其實我們不認識 一來我不認識 一來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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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專業監修 我們就掃朱權威 對 掃朱權威 我們把所有責任都可以 其實呢 有些人跟我說 做開播之前 有些人跟我說 很認真說下棋 真的不看 很認真下棋 但當我看到 你好像很想賣給羅尼控的時候 我就真的很沒有興趣去看 其實說真的那句 FBI氣息很濃 是啊 事實上 別的劇情都是FBI氣息濃的 當然 但是其實你實質 想一想現實 又或者就算是看光仔那時候也好 又真的不是小學生開始下棋 其實是趕不及的 其實這些所謂奇類或者某些運動 是真的要從小培養 是真的要從小學生 小學可能二三年級就要開始捉了 就是要開始培訓了 花牌也是很小的 是啊 但是只不過他這套是把那個 需要培訓的人 畫得太過 太過偏向要賣給阿澤 搞到這樣 搞到有些人會不想他看 好像我這樣 不是其實他有一樣東西 我覺得他 我做招數集 他有一樣東西 其實完全 應該改了幾多 但是他 動畫好像就把那個角色 那些氣氛就減掉了 就是阿金蓮壽主要那個 那個師姐 因為其實他那裡說 其實那個角色是說 他其實是旅遊其次 但是其實他是想攀升到獎勵會 然後再攀升到職業其次 就是叫做同等教的 其實很多運動其實 都是叫做男同男女同女的 但是其實這些運動 其實都是會有一個途徑給女生 去上升 去這個男生的那個 那個水平去競技 但是其實很多運動 最終是 女生是上不了那個位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很莫名其妙的事情 為什麼沒有人研究 就是例如打桌球也是 打桌球其實 火箭蘇利雲那個職業賽 其實是沒有女生打 就是我們香港那個很厲害 但是其實他都是上不了那個階層 但是理論上這些運動 那個體力需求沒有那麼大的時候 就不知道為什麼 都是女生是上不了那個階層的 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都沒有聽過 那些人研究過的原因是什麼 對 其實理論上不會 就是 我就不認同說 男女體力會有變 但是沒有理由這些 通常是 技巧問題來的 智慧和技巧的問題 但是你說著 如果是障企的話 那部劇裡面 那個障企好像 每次抓一下都很用體力 那樣的 就是看那個 看那個劇情上面的表現 那我又覺得可能 體力上面真的有些分別 嗯 這個是演出的問題 我覺得是 但是這樣說 不用動 就是你坐在那裡 但是你虛耗精神 那些東西 跟體力也是相關的 那 會不會說 很大 會不會男女之間說 十分大分別 應該就不會 理論上應該沒有太大分別 理論上不會有太大分別 但是這個是不是傳統觀念問題 我真的不知道 不過說實際 很噁心的動畫 就是剪了這些描寫 應該就說 就很專門去集中在日高里塞 和另一個角色的身上 是要講到你一個角色 是 那他程度的最大 就是動畫的焦點 就是日高里塞做那個 另外一個是左瘡 老實說 我覺得左瘡是不適合這個角色的 我看到就是由他出場 我沒有看 因為我深知他就是 但是故有極競 都是用他 很自以為傲的 看到一把很出色的小按摩星士 可以配 但是那個角色又不是這樣的 所以就覺得不對 我又不覺得很傲 又不覺得很嬌 因為預測到他是怎樣的表現 而你不太喜歡這種表現 所以就沒有問題 是的 是的 暫時劇情上來說 都沒有什麼很抽情的地方 就是一個象棋的故事 還有一些羅里馬下麥的故事 劇情上就沒有什麼特別很抽情的地方 是的 有令我驚訝的 就是邵昌偉這幾面的進步 好像越來越厲害 是啊 就是 星線和魚在變化之類的地方 應該 好像桃花寨一樣的 一開始都說他不吃 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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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了幾年他都證明了給大家看 他是可以培養到一些演技出來的 那麼 小昌偉也是這個例子 都OK的 不要整天永遠停留在羅求社 他對他給大家的印象 但是他唱歌的時候 還是要說一句一音 殘烈 不是 這個已經是勒他 小昌 小昌真的不會唱歌 這個已經是用來玩的了 其實他唱歌進步了很多 是 有看先導者的人會明白的 他唱歌其實比起以前 李昂系的新機體 是啊 李昂系的新機體 是啊 李昂系的新機體 現在就開始不玩飛機了 就跟火車合體了 不是 其實完全不是 跟機箭的OG完全沒有關係 是跟TOMICA有關的 TOMICA其實前幾年 這個是我 我一陣子走街 他反偶城留意到 就是前幾年 其實他已經在推銷一些機器人 那些叫做新幹線變形機器人 就是兩輛火車頭 拼在一起 可以變形做機器人 這樣的玩具 那時候 經過看一看 是火車頭還是火車頭 火車頭 是新幹線 是Trank 不是Truck 不是Truck OK 那我剛好看見那個合約 哇幾型 OK 但是實物 其實他實物做出來 那一刻樣子又有點落差 所以最後我都沒有買 都沒有再留意 那幾年後突然發覺 竟然他做動畫 OK 然後還要弄那間公司 是哪間公司 是之前超速變形的公司 Irojector 超速變形 那時候做的時候 都拆了一些人氣 都拆了一些人氣 所以就看一看 但是那是超速變形 我是生氣的 它的變形機制不是變形 是詐騙來的 完全是一個詐騙 如果大家有看過那些玩具 就是它本身是一輛車 那機械人怎樣的呢 就是打開車尾箱 然後打開機械人出來 就會變形 是啊 還有劇裡面 表現變形的機制 就是它是 將整架車套紙化了 然後再重新套紙化 機械人出來 是啊 你這樣跟我說是變形 你老闆 設計玩具都給我走出來 你知道什麼叫變形 你跟我 跪玻璃啊 他是 上帝說要有機械人 就有機械人 那種表現手法 是啊 那現在就 湯米卡就做了這個 另一隻玩具 其實之前湯米卡 我們好像都說 我跟女生說玩具 說特殊玩具的時候 都說過其實湯米卡 都有做過那些 什麼 特殊影韓 救護車啊 救護車機械人 那些動畫啊 特殊都做過的 但是 出來的效果不算太理想 但是這一套呢 暫時看了五集 其實那個成果是OK的 總之就是那個男主角阿俊仁 有一個 是一個 新幹線宅來的 就是很喜歡 車的那些東西的 那日本常見 這個也是常見的 那他爸爸就是 在鐵路公司上班的 那表面上呢 就是他經常在OT啊 又經常都上班 不陪兒子 去參觀其他 新幹線車的那些 的爸爸 實際上 他是一個 要維護世界和平的小朋友 不是 這個爸爸是一個 維護世界和平的組織的其中一員 其實應該是負師 應該是負師還是特殊 就是幫忙一起去 哦 原來靠關係入隊的 垃圾 不是 不是 就是他研發這個 他們暗中在研發這個 對這個 暗黑列車最終兵器 這個Syncarleon 是啊 但是你一直就找不到 暗黑列車 暗黑列車 什麼列車戰隊 特急者 類似啦 因為他也是有 新幹線 黑色的真幹線 在那邊洗來洗去 有些黑色粒子 染到那些物質 跟鐵路有關的物質 就會變成怪物 那 於是 我們對敵人一望所知 但是我們沒有辦法 我們找不到合適的駕駛員 那當然這個時候 主角也會被發現 他是一個適合駕駛的人選 於是他就被老爸 抵上去的機械人 那 好像 那一刻呢 第一下的感覺就好像 EVER 突然間有老爸 老爸跟我說我是 某個神秘組織的司令官 對了 阿仔你跟我上機械人 打吧 那當然 因為是兒童的關係 那就是沒有 靈波麗 就因為受傷 就上不了戰機 那樣 就不用扭扭靈靈的 那我 阿仔也都很 阿準仁也都很快答應了這件事 那 其實之後的故事也是 圍繞著他 打一兩隻機械人 然後中間就加一下同伴 吃一下朋友 加多兩個人去開機械人 那 那個感想就是 我很久沒看過一套 這麼正宗的兒童 向機械人做法 因為 一直以為超速變形 超速變形 其實OK 有一點點不太喜歡 除非那個死人變形系統 之外 最後就是他 在兒童番那裡 搞這麼多service 好像有賣女的元素 在裡面 令我覺得有些 HELLO ZETTA的女兒 是挺正的 是OK的 但是我覺得 為了你始終都給小朋友看 我覺得會不會有些 過了一點 現在小朋友也可能有這些需要 也可能是早熟的 是嗎 現在的小學生 還是不說 OK 好了 但是這一套 暫時就完全不補這些東西 暫時都 他很正正常常的 就是一個很有熱誠 對鐵路很有熱愛的一個男主角 然後怎樣去加同盤 去感染其他人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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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集就 很正常的 就有少少日常 然後就有敵人出現 然後就開機 去戰鬥 這樣的一個 套路而已 那 有些什麼不同 有少少EVER的元素 我剛才說 那個老爸 把兒子上去 去開機械人 然後呢 第二集就有一個 看主角不順超的角色 就意外地進去 主角那部機械人的面 那 然後呢 這個 好看主角不順超的角色 就突然間因為這樣 就認同了主角 然後呢 他還要做這個 新一部機械人的駕駛員 變成EVER三部機械人的 雖然最後是沒有死 因為是不同的關係 是不會死人的 是不會死人的 等一下 妹妹是不是因為第一集那場戰鬥 所以進去醫院 不是 不是 都不是Exceler 來的 怎麼還沒去到Exceler 不可以 太像會被人說抄的 不行的 有少少這些元素 還有他 有少少描寫 例如大人對於 小朋友開機械人 那樣東西 其實都不是十分欣賢地接受 都會說 喂 不應該拿那些小孩去教飛 但現在沒得選 真的只有小孩才能開 都是大人開不了 Evangelio 不是喔 Evangelio 不是的 對小孩的態度不是這樣的 溫柔一點 都說兒童向 他不會搞什麼 Evangelio Evangelio 是趕快推小孩去死 趕快去抓你的垃圾 不會這樣的 他們有這些 扭靈 然後主角也是抱著一種 平時老爸都知道老爸很辛苦 既然可以幫到老爸 他也不介意 所以就變了 一個很乖的小孩 去抓機械人 這樣 那 打鬥方面 其實打鬥OK的 其實TOMICA 其實TOMICA一邊做3D動畫 做機械人的動畫 其實是OK的 尤其是那些模組 這次Sincarion 尤其是機設真的很帥 這次真的 所以打起來 武器劍上來 就真的 透透是度 尤其是 我覺得有些想頭 例如主角那部E5 他喜歡必殺技是什麼 就是 首先拿一把劍出來 然後他叫一個 就是 好像勇者機械人 會有一些定身技 然後一下子踢過去 那他喜歡定身技是什麼 就是有一道閘 就是你平時入飛衝閘那個閘 你一下子閘住那隻怪 然後衝過去斬死他 列車戰隊特急者 對 列車戰隊的朋友 那 那 對 都頗有趣的 還有他主角 有招像firebuster 那樣的 在胸口射死光 那樣 頗有型的 真的 跟Tomica以往 他做的機械人 是很大分別的 以前的機械人 又是救援向 或者是 那個戰鬥元素 是低很低的 但是這次那個戰鬥的戰力 是強了 而且真的做了整隻東西 很凝困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 他這套東西很明顯 當然是賣玩具的 那 但是他為了銷 他不是銷售一些倉底貨的 他是有重出一些 新卡列宏的玩具 那重出的時候 整個品質都漂亮了很多 是真的像劇裡面那個機器 就不會走樣走得很厲害 真的跟劇裡面那隻很像的 甚至乎是 通常這些變形機械人 玩完變形不懂得動的 大家玩了東影那些就知道了 但是 但是那隻變完形之後 是有可動性的 是有可動機關在那裡的 是有可動機關在那裡的 是有關子的 是可以擺到姿勢的 所以真的挺不錯的 那 那 因為我個人 就對一些聲優的要求 也都不會 也都沒有特別留意 那些品質的問題 那我就 純粹當一套兒童向機械人 那我覺得 就可以看下去的 我覺得 我覺得 那些大人對 擁不擁一些小朋友 出去戰鬥 扭扭靈靈這一點 我覺得 好像是 機械人片裡面 是幾新的一個視點來的 是 當然 因為之前的勇者系列都不是 勇者系列就是 我們一起努力 斬升 還有升雷 對 其實很快就解決了問題 但其實深刻去到現在 第五集 他們雖然都會周圍去玩其他小朋友 但其實他們都會覺得 其實這樣推他們出去 好像真的不太好 但真的沒有辦法 那 就是會 會強調這件事情 那 另外有些 有些單元故事都OK的 例如 那個第二男主角 就是玩 追擊手那個 那 你想想 喂 小學雞 你跟我說是追擊手 他講不過去 難道 你跟我說是傭兵嗎 屌你 不是 但是他找到一個解釋 傭兵也可以是 傭兵那些 那 他現在說是一個很和平的 日本 突然間有個傭兵 還要是小學生 還要是小學生 還要不是很合理 他還在學 他想到一個方法兜 他就是 郊區 不是 田徑選手 他是秋田 因為他好像說 他是秋田院的一些小學生 那 他有玩那些射擊比賽的 嗯 那 所以他就射擊能力比較強 那 他本來就是想透過射擊比賽 那這些運動好呢 就有機會被 推薦到一些好一點的學校 他想因為這樣 就可以去了東京的 出名學校讀書 那 然後 很可惜就失敗了 那 他拿了第三 但是他贏不了冠軍 所以就應該沒有行 那 但是 就因為這樣 你覺得同事因為這樣 認識了主角 最後就加入了這個 鐵道部 去幫忙 對抗 對抗未知敵人 那 可能因為這樣就留在東京了 那就爭取了一份公務員職位了 那就可以留在東京了 就是這樣寫 那 那 你會覺得是好普通 但是你也覺得有一點點心思去寫的 所以 是 是一套很純粹 很 純粹去講機械人 也是很黃道的 聽上去的劇情 對啊 這種黃道很久沒見過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特別是 看另一邊 就是同樣機械人關放 這個Darling Darling in France 看到有些...那種加很多設備成份下去 始終都覺得不太舒服 看到這套突然間那麼旺度 反而很有驚喜 那我就選擇會看下去 如果它那些玩具 如果香港讓我找到 我都考慮會入的 真的蠻漂亮的 因為不是... 其實搜尋了圖都蠻好看的 而且去到後面有一架 其實是變形火車盒那個 希望之光號 即是那一架寶寶 那種火車來的 那些人就說 大個兒子喔 變得那麼帥 你去韓國做了帥 變形火車盒突然變得那麼帥 那... 暫時這套兒童翻譯就是這樣 不知道他做了多少集 總之看下去就算了 那...好了 我又說完了 那...七爺是不是有些事情想說呢 嗯...其實可以說是今集盛集的總結 哈哈哈哈 就是...思願了? 又不能說思願了? 都說我們不懂了 我們是幾有欣賞的絕作 那...其實... 一個聲優去接一份工作的時候 其實... 他不是拿完一份劇本 拿完去讀錄音室做招告讀了算 其實他拿完一份工作 是會想自己究竟這個角色 是應該要用什麼語氣去幹的 有些甚至乎是... 是連一個黑癡應該要怎麼打的 應該是要... 是要打卡一點 還是真實一點 他們都會想 究竟應該要怎麼做 應該是當一個演員 當一個演員怎麼做 他們就應該怎麼做 是呀 但是... 所有蒼寧音室做到現在 我都覺得... 其實... 是沒有經歷過這個本集 我覺得純粹是很簡單 聲優啊 聲優要用聲音來說話嘛 那我就用8QD的聲音來說話就行了 那到時就會收復了 就是他到現在 配女角就是... 女角呢? 就叫尖一點點 配立國嗎? 低層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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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女角衰 你接到那些女角全部都是這樣 就是沒有... 你意思是都是那類角色? 還是怎麼樣? 是那把聲音 是那把聲音 就算不是那把聲音 就是無論什麼角色 都是交那把聲音給你 有時候會不是的 但是... 你聽一下聽一下 它都是變回那把聲音 是 就是... 它拖一把聲音 去到某一些角色 例如... 我的青春物語系列的時候 一色採魚 其實是... 可以配合 但是... 你這樣不是你作的聲音去演繹角色 你是叫拖一聲去遷就你 對啦 配合到你了 但是... 甚至乎... 我現在... 剛才說的那把聲音 是... 甚至乎... 我現在... 剛才說的那把聲音 不夠太多 尤其... 這些賣換句的番外都... 阿森 你不是這樣說的 你每天都說 亂叫棟花 不可以拿你去的 對啦 對啦 怎麼說... 因為它的擺明居馬就是... 黃道展開 不打算特別認真去交... 交一些很厲害的東西給你 那我就... OK 那我不特別深究那麼多 但是我始終都會覺得... 它... 配出來的感覺是... 是... 不太理想的 略術一籌 你說... 你要我收貨 我勉強可以收貨 但是我不會太接受 有些人說 你... 那些小惡魔聲音 可以就... OK啦 很多聲音都是靠一把聲音 拍一把聲音 去確立個人形象的 就好像丁哥那樣 但是大哥... 丁哥不是只有奧嬌的 丁哥很多東西可以交給你的 只不過是這麼多東西 奧嬌是最出名的 有銀魂的神諾 有鋼鍊的艾爾 我很想只是艾爾和神諾 已經打破了這種說法 是 就是... 還有... 一把聲音 我說它只有一把聲音 一把聲音 不是真的完全不好的 就好像倫敦 其實倫敦不是多聲音 倫敦其實都是... 那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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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靜靜那把聲音 我不要用文靜 我用文靜 我用文靜 音聲細氣 是... 善女歐魂的聲音 但其實它在主題上 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變化 不是真的只有一把聲音 就叫出來就可以了 大哥 就是很多... 毫無疑問 它是一個很出名的聲音 但是... 在... 在... 這個... 本業上 它是不是叫做做得非常之好呢 其實我覺得倫敦在演技方面 是交到貨的 尤其是在《Monster》裡面 《Monster》裡面 它做... 它是... 一個人... 一個人... 一個人演繹兩個角色 其實是 因為... 說下去就... 劇透了 但是它是一個人演繹兩個角色 然後你是... 就是... 聽到有分別 是... 我覺得在演技方面是不錯 都是倫敦的聲音 都是倫敦的聲音 不是說聲線很大分別 但是有演技 演技和聲線是可以分開的 就是不一定要有很多聲音才會有很多角色 是的 但是作倫就是只有100% 而它演技 我也... 不認為是... 有一個出色的地方 就是它的明星和它的本業 交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成正比呢 就是... 就是... 更加一件事就是... 每個人來說 對它的品格上 不是太過... 太過... 糾痛 就是很多人會說它是... 真性情是這樣的 但是... 就是... 我覺得不要將... 一個人的品格 所以... 它扭曲到說它是真性情 從而去判斷這件事是好 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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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就是... 好像... 它跟別人會做廣播節目 然後就說... 我是來... 引導你啊... 就是... 已經是... 是... 那個前輩那副來 成現在主要真的是... 但是... 它寵人 opera一出道的時候 他都被整間公司去... 去擀咀牠去的... 跟前輩就把它拿出来的 就是... 是不是有始作... 現在沒有今天的成就 還有阿里根俊是兩個前輩帶他出來的 他一出道的時候 他不是一個帶他出來 他是兩個前輩在不同的廣播戰略帶他出來的 人家初出來是不是一來就跟你這樣說 我是來帶你的 你一來就已經說我是來帶你的 你的格令我真的不敢苟痛 你的格 還有一些陰濕 這個人實際上 祖倉長久以來很大的特色就是他是母朋友 這個母朋友究竟是長久來的一個緊 還是他人家的素性的呢 那說吧 當然你本來對於聲優的表現 我們應該純粹用他的演技 還有用他交出來的那個配面角色那個 那個效果來去評價他好還是不好的 但是如果他連交出來的情況都 令我們都覺得不是太理想的情況下 那你平時那個人的性格都不是太討好的話 那你不要怪別人會進入這些東西 不過當然啦 會這樣想的人呢 其實就在業界裡面很少而已 好像我和七夜想到這樣的人就很少而已 沒有想到那麼多 就是普通大部分 不是沒有想到那麼多 是大部分人聽到那些聲音就應該 啊好正啊好正啊 買寫真集啦 這樣的人 就是大部分 那我就覺得 究竟是買寫真集 重要一些 還是他的聲音表現得好 不要緊要一些 那些人就不給我答案了 是 是 其實有一件事 為什麼 其實從早上沒有這樣去到現在 真的完全可以說是不忠於他 就是他的其下 他的支持者其實是有關係的 就是他的支持者 就是他的支持者 覺得是他現在做廣播的partner 是不夠資格搭配他的 其實他現在有些時間 就是他們會覺得 他們會覺得其實以前 阿齒作和阿佐方做的模式才是好的 就覺得阿大西其實是拖累的 但我想說其實 現在做的節目 做到現在其實 所有的節目受歡迎的元素 其實都是阿大西提供出來的 阿佐方是一分一號都沒有拿出來的 就是連周邊商品的組員 都是阿大西由大西的緊度抽出來的 阿佐方是完全一分一號都沒有出外 他的節目的頂位 他最初的頂位是想做什麼 他最初的頂位就是 我就會不斷地說奶木馬那些事情 然後你就要來討租我 但是大哥 你做前輩 然後你要叫後輩來討租你 那輩份制度也有 你還好像要做那種模式 那種模式就說你要帶別人 然後你再想回當年 radio course 全部都是始作吵架 不是不是吵架 就是始作去疾他的 套租 向來套租也是始作來的 他到現在還打算用這個模式 有成長過嗎 沒有 我舉個例子 就是阿曾志偉 叫阿六號去套租自己 你敢不敢嗎 你敢不敢玩 你是六號 你會不會救揣曾志偉 是這樣的情況 就算真的套租 那效果也未必理想 那 什麼拖不拖累 這個是 在這個演出的方式 做就到結果 基本上都不會太好 如果我就這樣聽 但是當時的 很多人都覺得 這個節目是不應該做 要找回自己 做回以前的節目 才是正確的 那時候他旗下的人 他自己的支持很多人都這樣想 OK 這樣就 對了 挺思願的一部分 這樣說完出來 心裡有沒有舒服一點 我想沒有 沒有的 很難的 很難釋懷 很難釋懷 這些 真是 聽到我們的台頭也知道 哈哈 你什麼意思 我們有很多極端分子 我們在台上都有那句說那句 一向批評的都可能會比較偏多 辛辣一點 我也不覺得很辛辣 這些批評 充滿偏見 充滿偏見 看座倉本寫照 我說看什麼 不肯看 哈哈 我是會直接這樣跟他說 沒有興趣 拿回一邊 你自己慢慢看 我覺得你應該要禮貌一點 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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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會 那就好很多 最主要是 那些 那些 經常說 我會追求年輕肉體 然後他不停開 新坑 然後他無緣地走 拿本寫照 看座倉本寫照 我說 你不是喜歡年輕肉體嗎 這是爸爸來的 你還看嗎 嘩 你很危險啊 就是我以我朋友的角度來講 我以我朋友的角度來講 他整天說 我們看年輕肉體 看十幾二十二的那些 當然是 人家追求開一字頭 但現在老闆二字中間的比例 那是背叛來的 不可以原諒 那不是 以他的角度來講 你不是看年輕肉體 那除此之外 我真的沒有興趣 嗯 那就是 喜歡也好 不喜歡也好 那就 那這些 尤其是星幽啊 或者偶像團體 那這些 就壞行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 或者有什麼覺得 那 記住進來 這個什麼 綜合討論區 入來這個 解決討論區 大家聊一下 或者YOUTUBE 大家聊一下 大家對左倉 或者對金貴 新番記有什麼看法 就差不多了 終於清掉了新版介紹 其實還沒清掉 做到三集就差不多了 再做哪一集 軟結的時候我們再找些出來說 我驗了 我們是不是連續錄了三個禮拜 我驗了 所以我經常說可以錄同一個題目慢慢用 但是錄三集我都會驗了 你說我錄一集 但是我分三個禮拜來更新 我不會驗的 三個禮拜錄同一樣的題目我真的驗了 所以就此打住這個新版 我們下集說什麼呢 那就下集再選了 我們要先聊一聊 好這集來到這裡 我是這樣 拜拜 Yeah 拜拜